這個就是去吃大便 我還在那邊將 原來就是送了我一個 就是小小的貢腿啊 我很喜歡就是有點焦糖棕的那種感覺 整體非常好看又時尚 這次要怎樣 再喝一口就沒了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輔廁長Niki 那今天呢 看到我眼前這些戰利品了 加上公司的一些東西的話 總共運了好像230公斤回來 我們的公司呢 有需要採賣一些擺車的東西 然後或是必用品的一些 我覺得不管是顏值也好 然後或者是我覺得使用度也好 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那今天就跟著我一起開箱 照慣例子就是帶了一個手套 因為畢竟貨還是有一點點髒髒的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開始進行我們的開箱啦 這段金主爸爸的廣告時間 春天來臨需要放出一些帥氣的小哥哥 來滋潤心靈 花藝山新之月的台服正式開放預約 古風高顏值書院養成手遊 不論是在題材、美術、玩法、劇情 日常故事等設計 都別出心才與眾不通 玩家可以透過女主、男主 體驗穿越古代的書院生活 除了可以選修上課外 還可以偷傳紙條、逃學等屁孩行為 另外更重要的 肯定是要加上春天滿花盛開的 五位帥氣但是個性大盡相亭的狼君攻略 有風流倜傍的史學老師玉哲 鬼靈精怪輕飄的少祖祭元氣 才華洋溢固傲的首輔林彥如 固傲沉穩的殿下宣望君 還有外表讓我一秒錯認是 西北一枝花的 能言善玩弄人心的家族文思佑 該有的好郎君通通都有了 而且台配的部分還特別請來了 社長頻道訪問過的 神優老師、音箱還有牛奶老師各自配音 視覺聽覺的傳遞都讓大家享受 Alpha大女主還有大男主的快感 有別於社長玩過的其他宮廷手遊 花藝山新智月在打造女主還有男主的自由度來說 也是超乎想像的細緻 古般的捏臉、畫眉、唇彩、美妝、服飾、配件 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做出古代另外一個世界的我 完全是古裝版的魔女市民了 在美術圖還有配樂的設計上皆有超高的質感 現在預約還可以提前先拿公測預約好禮 歡迎加入攻略行列、點擊資訊 然後瞭解更多的資訊吧 首先第一個應該就是這個 雲朵美工刀 因為很多人可能它的包裹很多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非常需要這個美工刀 大家都知道美工刀常常就是會不見 然後我們公司有四個人 然後常常都會因為就是要找美工刀 然後在那邊找來找去 我覺得還蠻好的是它這個會有彈性 然後它就是你拿的時候它會突出來 然後你放開它就會彈進去 那這個來講的話呢 針對非常喜歡網購的朋友們 我覺得大家就可以必備一個在家裡放 而且它單價也非常便宜 然後在BlueReady也買得到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是什麼 哇靠 第一個就是我期待非常久的 就是這個 垃圾桶 欸不要笑 垃圾桶真的是非常的需要的 就是人生的備備品 而且它還非常貼心的 ok thank you 送了垃圾桶 然後把它裝起來 其實大家應該會就是想說要買那種感應式的 但是其實我們就是工作室的小夥伴們有 家裡有用過感應式的 然後他說很容易壞掉 所以我們就想說ok那我們就用膠材質的那種 ok 喔它可以兩用的 第一個是這邊就是開它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然後它下面也可以用膠材的 對膠材 將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要放在廁所的 然後這個是一般工作區要用的 所以我買了兩個size的 垃圾桶 所以是我期待非常久 噹 大家看得到嗎 這是燙睫毛的 我們常常要化妝嗎什麼的 然後本身呢就是我的燙睫毛戒剛好壞掉的 然後就看得到這個就是剛好在特價 我覺得它顏值很高 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用起來如何 然後它是就是充電型的 所以它有附一個USB 再來呢就是我買了一組就是大家吃飯的時候可以用了一個筷子 而且它是分顏色的我覺得很可愛 它的顏色很可愛 但是因為我之前有用過一些筷子它不是很好清洗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用起來如何 可能可以放在下方資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們這幾天用完之後的感覺是怎麼樣 大家可以再決定要不要入手 然後再要買一個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很沒有用 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吃菜還是什麼東西的話呢 這就很重要 它就是可以就是一件的把它弄起來 然後水就會倒出來的 因為它也是很簡單 然後又是白色的配色 下面是一個這個應該這個對它是塑膠的 就是如果它是玻璃的話會非常的重 我個人是覺得不用不用不用放玻璃的 你遠看其實有點近乎有點像玻璃 拍起來的話畫面應該會蠻好看的 再來呢就是這個鼻桶 因為呢它的四個一組 然後我們剛好現在目前公司的配置就是四個人 所以我就想說OK它就是一人一格 就直接埋起來了 因為它裡面有非常多的分隔 我猜一個給大家看 它的分隔就是長這樣 裡面你們可以看到就是它有四個分層 然後它裡面還蠻好的是它後面有一個有點像刮鉤的 如果說你要把它放在你後面是有牆壁 那你就可以刮在牆壁上面 那它就可以直接這樣子用 就不會佔到你桌面上面的空間 所以看起來是還蠻好的 大小也還OK 但要是開箱的時候 大家應該是可以在桌面上面看到它們了 對 那我買了這種的黑色的材質 是標榜是不用鑽孔的 因為有些人它就是租房子 所以就是屋主就會說不可以搭孔 不可以穿牆等等的 那這個就還蠻好用的 它其實是放在鑽角處的 那我這邊還有買這種是直接放在牆壁上 是比較龐方型的 對 你們就可以看到 大概它是長這樣 這樣黑色的 然後 你就可以大致上擺一些就是 你知道 護膚品啊 洗手乳啊 等等的 就可以這樣子擺起來 OK Perfect 天啊 它好醜 天啊 這個手機殼很醜耶 它的實體怎麼可以醜成這樣 看起來就是超級廉價的 然後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網頁上面的造型 這個也差太多了吧 Shit 但是它這個還行還行 這個還可以 這個就是去吃大便 再來 因為我之前就是原本用iPhone嘛 然後因為iPhone不能雙開在 我iPhone13用了一個月不到 然後我現在又換回三星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 趕快狂買三星的手機殼 當然覺得這個蠻好看的 立刻給它換上去 我覺得這就OK 很好 非常好 我很喜歡就是有點焦糖棕的那種感覺 OK 喜歡 再來 我很期待的這個來了 目測應該是我們的時鐘 這一間的製品我很喜歡 它們都是水泥製品 水泥製品 那我們先從小的來拆好了 將 喔 這個是什麼 哇 我還在那邊將 原來就是送了我一個 就是小小的公圖 這是一個工具 欸公圖 我們剛好工作是很需要欸 謝謝它喔 好再來就是 它這裡面也有狀 就是這樣子包好好的 然後上面有用一層 他們家的包才是真的做的 因為畢竟是很很怕壯的東西 是好看的 很美 大家可以看到嗎 呃它的水泥是有點橘色的 然後我個人很喜歡這種橘 就是有點像我剛剛的 呃手機殼那樣子的感覺 但是它又是這種 比較亮色的橘色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的 螺麵它是灰色的 所以我覺得放在灰色的上面來講的話呢 這就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其實有顯眼賣一層度應該可以 它有點八分好了 因為它稍微有點小貴 所以呢我覺得就是 呃分數給它扣一下 所以我現在非常的期待它 哇 欸它是實在的水泥 所以它蠻重的 哇賽 超好看 然後我很喜歡它 數字的設計 但它就是整個有點像柯紋式的 刻在這個水泥板的上面 整體非常的好看又時尚 太棒了 好喜歡喔 我覺得蠻可愛的 再來就可以在工作室開火 所以我又買了一些這種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管線 它裡面好像有四五個耶 大家的管線要幹嘛的嗎 因為大家有四台電腦 四台電腦包含什麼主機線啊 網路線啊 呃你音響 然後練音機什麼什麼線 就是一大堆 那這個的話呢 它有點像綁辮子那樣 你可以把幾條線 然後一拉 它就會變成一條直線狀 那你這個呢 就可以把你的 就是桌面 或是桌下的一些 零零零零零的很線 可以把它很輕鬆的把它弄起來 然後就是 比較不會看起來這麼沾亂 OK 再來這個呢 是未來工作是可以用的 就是輔拍指甲 是純白色 然後它這邊也是有一個充電線 因為它可以打光 但是它就非常有重量 因為它怕移動 未來就是可能會開一些開箱啊等等的 那所以你就可以把東西放在這裡 然後手機夾在這裡 那就可以直接拍了 它的燈非常的可愛 應該是可以調亮度 它是更亮 然後 比較不亮 微弱 這樣看起來好可怕 微弱 然後彎 然後或是 再更亮 黃燈等等的 然後我另外一個手機好了 登登 感覺好像黑色更好看 質感來講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焦糖中這個 但是它那個 當然它的造型是比較好看的 所以就看自己的心情要用哪一個 我覺得它是在那種開玩笑欸 你知道我買了冷水桶 想說可以裝就是冷水桶的 但它竟然還有這麼小欸 這是要怎樣 直接喝了一口就沒了吧 很小欸 你看我的手 就是 你們可以看到就是 一個半隻手吧 它這個應該是 我尺寸可能有選出來什麼的 真的覺得 可能很不OK喔 這個是 大家覺得這是什麼 這其實就是一樣 可以放在那個桌子底下 然後呢 它就可以把 短線啊延長線啊什麼的 全部都放在上面 大家把線通通都藏起來 所以就是買了很多想要把它 隱藏起來的東西 等到辦公室用好之後 會再一併的就是開給大家 淘寶開箱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我們都會非常努力就是在美化啊 好好的把我們的放入室給整理起來 那當然之後呢 也會有一些 IKEA開箱啊 然後或是 Amazon開箱啊等等的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像什麼 可以提升吧 或是一些 氛圍的 一些小東西 我覺得都可以一併的 就是在做一些特輯給大家看 不知道大家今天就是開箱裡面 有比較喜歡哪一個東西嗎 或是很好奇他們使用起來的感想如何 可以看一下下方資訊欄 如果我現在目前有一些感想的話 我都會可以寫在下面給大家看看的 那也非常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那我一樣呢 有慣例的送一些小東西給大家 就是我這個開箱的 雲朵的美光刀 準備了五個要抽獎送給大家 抽獎的資訊還有辦法呢 一樣是看我下方的資訊欄 或是致點留言 今天的影片呢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看得愉快 不要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並且呢 按讚本影片 分享給你所有愛買東西的人 那如果有什麼想要看的主題的話呢 也都可以再跟我分享喔 我是NIKI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